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咖啡是经过烘焙的咖啡豆制作而成的饮品, 以可可以及茶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 在很多人的眼中,咖啡可以起到提神酸达的作用, 而且能够消除疲劳。 除了这方面,咖啡的健康功能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长时间喝咖啡,会给神里带来哪些的变化呢? 长时间喝咖啡,给神里带来的变化, 其中就是可以减肥瘦身。 对于生活中施害减肥困扰的朋友们来说, 由于是女性朋友们,平时可以选择饮用一小杯咖啡。 咖啡中含有的物质,可以促进体内脂肪燃烧。 虽然味道有一点苦,但是在消耗体内月亮, 帮助排出毒素多方面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不错。 第二,咖啡可以保护肝脏。 根据有关研究发现了,对于患有肝病的人群, 平时少量喝一些咖啡,能够降低50%左右的患慢性肝病的风险率。 而且咖啡能够刺激胆囊收缩,减少胆汁中一形成胆结石的胆固醇含量。 避免胆结石的发生,对预防癌症都有很好的帮助。 咖啡中所含大量的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清除体内坏的自由基, 避免癌症的出现, 同时能够抗衰老。 此外,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方面, 咖啡会发挥到特别大的作用。 而且言语也发现了, 适当地引用一些咖啡, 能够降低肝癌且肠癌的发病几率。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专家表示, 经常喝咖啡的人与不喝咖啡的人, 患皮肤癌的概率会大大的下降。 喝咖啡也能够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的。 人体内含有很多的自由基, 如果体内有自由基,数量增多了, 身体会发生化学反应, 从而会诱发癌症的出现。 而恰恰相反, 咖啡中含有大量的多分类化合物, 抗氧化能力比较强。 如果每天可以喝上一小杯咖啡, 能够降低癌症的发病几率。 很多人都会在压力过大,精神紧张, 喝上一杯浓郁的咖啡, 觉得能够提神,减轻压力, 提高工作效率。 咖啡虽好, 但有些人不适合长期饮用的。 比方说,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张先生最近大半年老是腰腿疼痛, 网上搜了一下, 可能是腰间盘突出, 他网上去了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告诉他, 腰腿疼痛, 竟然是骨质疼痛导致的, 他的骨密度比正常值降低了一个标准, 而骨密度降低, 发生骨折的风险越高了。 一听到骨质疼痛, 先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是老年病吗? 怎么这么年轻又得这种病呢? 其实骨质松松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那么恰恰相反啦, 很多年轻的人容易得骨质松松的, 这跟年轻人的工作状态, 饮食都有关系, 张先生需要一段时间的饮食调整, 药物补钙治疗。 医生说, 阳光可以促进皮肤的维生素D3 转化为钙被人体吸收, 也可以促进人体饮食中的钙, 很好的吸收的。 咖啡因可以使人体骨盖流失, 导致骨质疏松。 还有一种饮料, 同样也会导致人体钙骨流失的。 医生说, 人家人比较爱喝碳酸饮料, 比方说可乐、雪碧, 而酒精也会阻碍人体对钙的吸收。 骨质疏松是可以防治的。 主人强调啦, 首先要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 少熬夜, 戒掉不良的嗜好。 如果真离不开咖啡的话, 建议也同时补钙。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海产品, 多喝牛奶, 都是很好的补钙食品。 医生不建议, 平时增加户外活动, 适量的锻炼身体, 晒太阳是预防骨盖输入的好方法, 既方便又快解。 咖啡因虽然受很多人们的心爱, 但人们对咖啡的了解并不深。 比如咖啡不能和什么一起喝, 酒和咖啡中的咖啡因都有兴奋的作用。 如果同时饮用, 无论是什么种类, 都会对身体产生绝大的刺激, 引起头痛, 失眠的心状, 会对人造成较大的负担。 若有心脏问题, 有症发性心动过快, 同时摄入酒精和咖啡, 可能会引发心脏病的。 咖啡和茶也不能同时饮用的, 很多人觉得没有滋味, 又喝咖啡又喝茶, 两种物质都具有贴神心脑的效果。 茶和咖啡都有活血、 行脑、贴神的作用。 两种食物搭配到一起, 会对大脑神经带来更大的刺激, 让身体处于兴奋的状态, 引起失眠, 最后换上经常性失眠, 最深的健康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咖啡不能和黑木耳一起吃它, 黑木耳是海藻类的食物, 咖啡中的氮凝酸会降低人体对铁的吸收, 所以咖啡和黑木耳是海藻类的食物, 所以咖啡和木耳不能同吃, 会阻碍人体吸收钙的, 养容的情况下会引起贫血的。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下咖啡的事项, 喝咖啡的禁忌, 早上起来不要空腹地喝咖啡, 因为早上身体会分泌, 保持头脑清醒的荷尔蒙, 皮质醇, 如果这个时候喝咖啡, 会使身体保持兴奋, 引起头痛和心液的情况, 特别是空腹喝咖啡, 会刺激食道, 引起胃酸逆流, 并且成一天不能超过400克的咖啡, 尤其是孕妇朋友们, 一定要少喝咖啡或是不喝咖啡的, 因为分解咖啡因的速度缓慢, 建议孕妇不要喝, 如果平时特别的喜欢喝, 可以选择浓度低一些的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小口慢慢的饮用, 不能喝得太快, 如果喝得太快比较着急的话, 如果温度比较高, 反而伤食到, 所以喝咖啡的时候慢慢的喝, 这样的味道更加的浓郁, 也比较好喝, 这样喝起来的咖啡更加的健康, 味道也比较好喝的, 很多人特别的喜欢喝咖啡的时候 加一勺糖饮用, 但是喝咖啡加糖, 一定要控制好量, 不然的话造成体内血糖过高了, 从而造成了糖尿病, 而且晚上要少喝咖啡的, 很多人喜欢在晚饭之后, 喝上一杯浓郁的咖啡, 咖啡因在体内代谢速度比较慢, 如果晚上喝咖啡的话, 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的, 影响睡眠质量, 从而导致睡眠困难或者是失眠的, 市面上外的咖啡有很多种的, 各种咖啡, 泄沫咖啡, 很受年轻人们的喜欢, 虽然咖啡很好喝, 但一定控制好量的, 不然对于身体的负担会特别的大, 同样导致造成各种疾病, 所以大家一定要善于饮用咖啡, 饮用咖啡的时候一定要有节制, 过忧不及, 如果对身体起到反的作用,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 虽然咖啡特别的好喝, 但是也不要多喝了, 一天承热量400毫升就可以了,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电视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一年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